釋迦牟尼佛看到的六道轮回的根源是什么? 六道轮回的根源,那就是这个心念的变化 心念变化,所以一念不觉而产生了这种六道的景象 那一念不觉,这个一念不觉的浅身啊,影响到你的境界 所以当我们不觉的程度很深 是那种称恨的状态,那就是在地狱 愚痴的状态在畜生 贪陷的状态是在这个恶鬼